大家好,今天去菜地里捡了一把韭菜回来,韭菜营养丰富,味道鲜美。 今天利用韭菜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,外焦里嫩,吃一口就停不下来。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? 这是提前摘好洗干净的韭菜,上面的水分也晾干了。 接下来改刀,把韭菜切成韭菜花。 切好之后,放入碗中。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,为了避免韭菜不出水。 韭菜切好之后,先不要调味,先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400克普通面粉。 往里面放入一勺食用盐。 焯拌均匀,放入食用盐增加面的筋道性。 搅拌均匀之后,从中间一分为二。 这一半我们用温水和面。 边倒边搅拌。 用温水和面的目的,做出来的美食就是凉了,也特别的柔软。 老人和孩子吃了,也特别的好消化。 另一半我们用凉水和面。 同样的把它搅成面絮状。 用冷水和面,会增加面的筋性。 搅好之后,用干净的小手,把这两种面混合在一起。 把它搅成软一点的面团。 比平时我们包饺子的面要软一点就可以了。 最后把它搅成光滑,软一点的面团就可以了。 盖上盖子,把面放在这里,醒至十分钟。 时间到了,把面放到案板上。 再揉几下。 揉好之后,把它搓成长条。 再切成大小等会儿的剂子。 取出一个剂子。 把它整理成一个圆形。 再把它按扁。 取个擀面杖。 我们把它擀成薄片。 一直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薄片。 像这样大约厚度两毫米就可以了。 所有的生坯都擀好之后, 这时候开始来调馅。 往里面放入适量的小火香油。 焯拌均匀。 这样调出来的馅,韭菜不出水。 同时还能保证颜色翠绿不变。 开始调味。 放入适量的鸡精。 放入麻辣鲜适量。 胡椒粉适量。 食用盐适量。 充分地焯拌均匀。 往里面打入两个母鸡蛋。 再次焯拌均匀。 取一个生坯放到案板上。 把调好的馅放到生坯上面。 用筷子把它均匀地铺平。 面皮边缘的地方不要铺上韭菜馅。 这样不容易流馅。 铺均匀之后, 从一头往里面遮起。 再遮一次。 把留下来的面皮上面给它抹上一层水。 再给它遮过来。 这样粘得更牢固。 遮好之后, 把两头给它按扁。 好了,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 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, 铁饼蛋预热刷油。 用刷子把它抹匀。 这时候把我们做好的饼坯放进来。 往上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。 这样能锁住水分。 盖上盖子烙制两分钟。 时间到了, 我们打开看一下。 哇! 香喷喷的韭菜味扑面而来。 这时候来给它翻个面。 盖上盖子再烙制两分钟。 看一下。 让人们看一下, 小饼颜色两面金黄。 非常的漂亮。 我们现在把它盛出来。 放到案板上。 然后来改一下刀。 把小饼切成小块。 把饼都均匀的摆放盘中。 一道鲜美味香的韭菜盒子就做好了。 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。 韭菜颜色翠绿,不出水。 外皮金黄酥脆。 薄皮大馅。 鲜香味美。 因为是半烫面做的。 吃了也好消化。 好了。 今天的美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, 就转发收藏吧。 点击我头像。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 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